鸿蒙系统2.0版本9月发布 打通PC、手机、手环、再见安卓 显示,鸿蒙系统将会采取和安卓系统一样的套路 并且计划在今年8月份正式对外开源 除此之外,鸿蒙系统2.0版本也将在9月11日开发者大会上正式发布 大家不要小看鸿蒙系统2.0版本 它将比1.0版本在诸多功能方面有重大提升 在1.0版本上,鸿蒙系统主要是应用在了智慧屏上 而在笔者看来,2.0版本最为受到关注的 应该是即将打通PC、手表、手环乃至车机等多个终端 这才是可怕的地方 当然了,并不是华为Mate 40全系都搭载鸿蒙系统 而是会有一个版本会尝试鸿蒙系统 这可算是华为手机对于鸿蒙系统的首次尝试 比如,用户留恋安卓,对鸿蒙系统的不适应 但是,笔者相信随着时间推移 鸿蒙系统有朝一日,一定能够取代安卓